哈喽 每日做更新的君君来了 2024开年好多万众主门的录剧上当 像是养子要九九爱 以及两部新晋旗下传改编的古装剧 奇经招和新建四 填宠剧也不少 陈仙旭传的你有今天 和我们的翻译官同期对打 这些录剧开播后评价褒贬不易 以下网评一月最值得追的录剧 Top9 一起来看看吧 网评一月最值得追的录剧排行Top9 陈建兵 胡军 黑土无言 黑土无言是一部悬疑犯罪剧 主演阵容很强大 长来甄嬛传 皇上陈建兵 和实力派演员胡军搭档 但这部剧评价普普 黑土无言被吐槽 悬疑感塑造没有到位 很像在故弄玄虚 而这部剧背景设定在中国东北 剧中主演们耀眼东北人 但可以学说的东北话被批评 听着很别扭 豆瓣评分6.6分 黑土无言讲述平静的东北小城 兰河发生一起恶性犯罪案件 三个人骤然离世 死因却各不相同 兰河刑警队大队长 关羽迅速展开调查 嫌疑人一一现身 甚至还有已在档案上 死亡多年的神秘男人 网平一月最值得追到 陆剧排行 Top8 王凯 杨硕 大江大和制 岁月如歌 大江大和制 岁月如歌是年代奋斗剧 为大江大和系列第三部 前两部都在豆瓣冲出8.8的高分呢 而第三部 依然是王凯 杨硕 董子剑等原版人马主演 口碑依旧不错 该剧的出品方 为打造过知否 狼牙榜等高口碑剧的 正午阳光 大江大和制 岁月如歌 讲述1993年 宋玉辉带领着 彭阳农药厂的工人们 进行工艺改革 秉持初心 与雷东宝 杨勋的人 一起奋斗的故事 网评音乐最值得追的路具排行 Top7 钟楚戏 杨超越 如果奔跑 是我的人生 如果奔跑 是我的人生 找来钟楚戏和杨超越主演 这组合开播前 就被大家疯狂唱衰 因为去年 钟楚戏 我要逆风去 杨超越的七十几箱 都播得很差 观众对两人没有信任感 没想到 开播后 评价不错呢 故事聚焦在两对母女 关系上 亲情线让人有所共鸣 励志又温馨 杨超越的表现 也比她在一些偶像剧里要好 如果奔跑 是我的人生 讲述妹妹秀丽的二儿子 因车祸而死去 她的大女儿 若华 想帮母亲走出伤痛 但心伤难愈的秀丽 还是给若华带来巨大的麻烦 姐姐秀芳的独女 安心 是一位年轻的舞蹈老师 她在车祸中 失去了双腿 两对母女的经历困难后 最终解开心结 旺平 一月最值得追的路具排行 Top6 孙谦 魏哲明 十九层 十九层为芒果TV 季风剧场推出的 无限流题材悬疑短剧 一位2022年初开端大爆火 许多制作公司 也开始制作同类型的题材 孙谦和魏哲明的搭档 让人有新鲜感 但无限流悬疑剧 不太好拍 十九层没有拍得 像开端那样引人入胜 质感不到非常差 但也吸引不了观众 一几几追下去 十九层讲述 从小与父亲 有隔阂的大学生春雨 被卷入到一个无法摆脱的 名为十九层的游戏中 在游戏中 春雨遇到了聪明沉着的高悬 武力之强大的豆豆 以及搞怪的杨八万 几人在鬼楼中不断闯关 却因在不同的游戏阶段 过关失败 导致现实中陷入昏迷 危机重重之下 春雨决定查明 他们进入游戏的原因 网聘一位最值得追的 陆剧排行Top5 宋倩 陈兴旭 我们的翻译官 音乐陈兴旭传的填充剧 我们的翻译官和你有今天 同期上线 目前各个方面成绩 都是你有今天更胜一筹 我们的翻译官 找来宋倩和陈兴旭搭档 两人气是蛮搭档 可惜制作质感不是太好 剧中的翻译戏份 让人吹戏 情节也老套 如果只当作下饭追的 小甜剧的话 可以一追 就是剧情不能深思 我们的翻译官 有大家很爱的破镜重圆 旧爱冲锋梗 讲述八年前 灵溪忍痛 和男友萧逸成分手 成为联合国专业翻译 八年后 灵溪已经是最年轻的 首席口译专家 而萧逸成也成为 灵溪的潜在客户 因为工作 灵溪不得不与萧逸成周旋 而萧逸成 明面上在对灵溪复仇 实际上 她不仅狠不下心来 还对她处处留情 旺平一月最值得追的 录剧排行 Top4 举景一 陈哲远 仙剑4 齐静昭和仙剑4 两部剧都改编自热门 IP 《仙剑旗下传》系列 与一月同期上线 两部剧都有不少的吐槽的声音 但论口碑 齐静昭稍微更胜一筹 《仙剑4》游戏原著评价很高 是放眼整个《仙剑》系列 都谁说二的好评 但剧版评价却很惨 演员演技 特效和制作质感 统统都被嫌弃 《仙剑4》男种云天河 是不按事事的野人设定 但陈志远从气质到演技 都和野人没什么关系 《仙剑1》也被嫌弃演什么都一个样 让许多游戏粉丝非常失望 《仙剑》原著的大IP 以及两位流量明星 《仙剑4》讨论话题人高 但《斗瓣》开分 仅4.2分 《仙剑》一月最值得追的录剧排行 TOP3 徐凯 虞书欣 齐静昭 齐静昭拿下第三 这部剧的演员和剧本 确实都还可以 虽然一些观众 听不惯虞书欣 嗲嗲的声音 但撇开声线问题 剧版选角是贴合角色的 徐凯在剧中演技不目了 虞书欣也适合甜美少女的戏录 剧情和浮华道都有还原游戏 剧版一些小改动 让主角团的性格更加讨喜 改编整体是加分的 斗瓣平分5.1分 切金招 讲述小镇青年月金招 和一枚乐器闯荡江湖多年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们意外得知乐器的生母 竟是令人忌惮的昆蓬谷谷主 一心寻找生母团绝的乐器 被迫面临亲情与大意间的痛苦抉择 并在好友的帮助下 一步步揭开了起源柱 背后深藏的秘密 网瓶一月最值得追的录剧排行 Top2 杨子 范橙橙 耀九九爱 杨子继去年长相思之后 今年推出的耀九九爱 同样是质感在线的精品剧 这是一部年代怀旧青春剧 剧里分为高中和成年时期 校园县欢笑轻松 成年则多了一点沉重和无奈 但主角团之间的羁绊 情情 友情 爱情 都铺陈得相当细腻 是一部会让人哈哈大笑 同时转足热泪的好剧 药舅舅爱讲述北方的一座 航天城家属院里 黄英子 蒋义等独生子女 组成航天六人组 他们一起长大 约定高考要考去北京 然而变故来临 小伙伴们四三割地 成年后 他们在现实世界遍体鳞伤 英子想要重聚儿时好友 才发觉17岁你喜欢谁 是他必须要作答的问卷 旺平一月最值得追的 陆剧排行Top1 陈兴旭 张若男 你有今天 冠军是黑马小婷剧 你有今天 这部剧无论是口碑 网不亮 各方面成绩都不错呢 同样是填宠剧 你有今天 剧情比我们的翻译官 更有真实感 这部剧的导演 是拍过王子变青蛙 遇见王立川的陈明章 他很会拍 把男女主角坠入爱河的过程 拍得细节感满满 就连职业线都不敷衍 真值得追 你有今天讲述 陈尧被最顶级的 律师事务所录取 他决定搬到离公司 近些的地方 没想到 房东一房两租 另一个租客 竟然是陈尧律所的老板 钱恒 钱恒第一天 就对陈尧展开魔鬼训练 目的却是为了要赶走他 陈尧加倍努力 反而让钱恒刮目相看 两个人逐渐擦出爱情的火花 好了 看完以上网评一月 最值得追的陆剧排行 他不诗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